日前,美国和伊朗两国,因为全球鹰无人机,被击落一事,濒临冲突边缘。 此次意外冲突,似乎已经成为了冲突的导火索。 据悉在霍西全球鹰被击落的第一时间,五角大楼就向白宫报告了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作战计划, 包括对伊朗多个导弹和雷达基地发动空袭。 但是据最新讯息,白宫高层已经暂时搁置了动物计划,要求再给伊朗一次机会。 虽然不清楚这是否是美方放出的烟雾弹来麻痹伊朗等国的反应, 但是军事专家们已经开始推演美伊爆发全面战争的走向了。 如果爆发战争的话,伊朗能否全身而退? 据悉,日前五角大楼高层将领透露,美军将修改核武器的使用规则,以增加在各种冲突中打赢的胜算。 据悉五角大楼认为,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结合,对于任何任务的成功至关重要。 使用核威胁,使用核武器,能够对各种冲突,产生重大影响。 如果美军指挥官认为,发射核武器能为战争走向提供决定性帮助的话, 那么五角大楼,将赞成使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 虽然美军强调,这里使用的核武器,不会是百万吨级的战略核导弹,而是几百吨当量的微型战术核武。 但是核武器就是核武器,其本质还是发动核战争。 而如果美伊两国开战的话,那么五角大楼也不排除对伊朗发动核打击。 众所周知,美伊两国的冲突根源,就是所谓的伊核协议,这项条约限制伊朗发展和拥有任何核武。 而在美国撕毁条约之后,伊朗已经出现了重启核研发的苗头。 而美国如果在军事行动中,对伊朗发射战术核弹的话,那么无疑将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。 更何况,伊朗虽然没有核武,但是却有助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,比如说生物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。 虽然德黑兰否认拥有这些违禁武器,但是美方却表示,伊朗确实拥有大批生化武器。 在爆发战争后,伊朗如果将生化弹头安装在弹道导弹上,并向美军及其盟友的目标发射的话, 带来的损失,很可能将超过核爆炸的后果,造成众多人员的伤亡和环境污染。 这也是伊朗目前最后的一张王牌。 当然,军事专家指出,伊朗不到万不得已,是不会动用这种违禁武器的。 但是如果美国首先发射核武器的话,那么伊朗方面做出任何反应都是可能的。 因此,世界各国都在极力阻止美国对伊朗动武,尤其是对伊朗动用战术和武器。 因为这将使得冲突,很可能失去控制,导致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。